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如今绑定信用卡 在各种平台上消费 已经是不少人的习惯了 因为它方便快捷 无论是你去购物 缴纳费用等等 只需要轻轻一点 就能够迅速搞定付款 但是这个方便的背后 也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话说有商家为了方便 在社交平台上等广告 而绑定信用卡 但是怎么知道 他却被人盗刷了8万令吉 不只是血本无归 甚至还被收账公司 来追债恐吓骚扰 46岁的受害者甘先生 今天召开记者会 揭露他的遭遇 甘先生原本是经营 手机配件批发公司的 为了方便 他就把信用卡 绑定在面子书账号 每个月投放 1000到2000令吉的广告费 直到公司在去年10月 结束营业 广告暂停投放之后 甘先生很自然的 就以为信用卡 不会再自动扣款了吧 怎么知道 今年1月份 当他收到银行账单的时候 才发现 之前绑定在面子书的 那张信用卡 去年12月 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之下 被持续扣账17天 总金额8万令吉啊 甘先生指出信用卡被盗刷的地址是在越南 那对方盗用他的卡在其他的面子书专业投放广告 其中一笔广告费甚至还高达2万令吉 但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 甘先生明明为绑定的信用卡设置了1到2000令吉的转账限额 但是面子书从来没有通知他任何修改限额的举动 更奇怪的是 这些不正常的转账 竟然也没有触及到银行的任何警报通知 虽然甘先生发现之后呢 是已经第一时间联系了银行 但是银行也只能冻结他的信用卡 那至于那些被盗用的款项呢 银行则建议说 请他自行联系面子书公司去追讨 于是呢 甘先生又转账面子书客服了 通过Messenger以及电邮的方式联系Meta公司 一开始呢 面子书的客服人员承诺会在7天之内给出调查结果 不过7天过去了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 甘先生呢 只能一遍遍的联系Meta公司 但一直没有得到证明的回应 只要求他耐心等待 结果呢 甘先生一等 等5个月啊 依旧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呢 Meta那一边是使出了拖字诀 甘先生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也没有支付内笔款项 由于拖欠的时间太长 那银行就把他的个案交给了收账公司去处理 结果收账公司呢 每天就很频繁的打电话 做出恐吓等等的行为 就连他的家人也被骚扰了 那眼看问题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 甘先生在上个月就决定去报警 但是由于盗刷的地区是在国外啊 那警方表示他们没有办法找到线索 也没有办法针对具体的对象进行任何的调查 警方也束手无策 是 甘先生现在能做的都做了 所以走投无路之下 只能够寻求国会议员的帮忙咯 巴达林在野国会议员李建聪表示 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案件 他已经向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反映 并且向警方和其他相关单位做出投报 希望他们能够参与这项调查 并且协助处理 同时呢 李建聪也提醒大家 在这个便利和风险并存的数字时代 使用社交平台一定要多加小心 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 以及财务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